天花板墙壁一片焦黑 基隆中正区一戶人家 去年11月发生火灾 屋主是一对兄妹与妹婿三人 都领有身心障碍手册 是慈继照顾户 里长立刻通知慈继志工 前往慰问勘灾 他们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来协助 并我们申请一些补助款 来修缮 所以很感谢慈继 由于基隆多雨 志工只能把握短暂放勤机会动工 历经两个多月的修缮 房子终于焕然一新 选定今年春节之前举办入措 一大早志工和环保局搬来二手家具 还准备了汤圆 橘子象征大吉大利 基隆市长林又昌 特地前来表达关心 过年前除旧不新 迎向崭新的一年 大学新闻 真善美志工 陈美月 陈玉灿 基隆报导 祝瑰 中学坐 中学 wo